今天的議程 我們看到柯敬明、柯總召 在審議48小時之後 今天正式來露臉 但是我們很好奇的 民進黨不斷在強調 國會要改革 立法委員行為法 必須要上軌道 但是到今天為止 民進黨的黨主席賴清德先生 昨天審議48小時 24小時之後 到現在還沒有對 代表 民進黨的國會負責人 到現在沒有任何的意識表達 身為一個黨主席 是不是應該對自己 所派人的國會 應該有對全民 有一個義務負責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到現在為止 賴清德還沒有對 柯敬明、柯總召 這種啃食人血饅頭 在災民身上 能夠博取政治能量的 這樣一個遏制的行為 到現在都沒有任何意識表達 甚至連最卑微的一個道歉 到現在都還沒有 可以顯示出 這個新政府到現在 還是非常非常的傲慢 來面對這個人民 所以包括蔡總統即將離職 說民進黨謙卑、謙卑、再謙卑 竟然是杯盤交錯 紅酒、黃酒、白酒、各種酒、酒池肉齡當中 這個就是今天的民進黨 對於在災情中的災民 践踏之後 完全沒有任何意思表達 我們再次的深表遺憾 這個基本態度是如何 我們再次的希望 這次國會推動的改革 即將在520之前 有機會刪讀通過 一起展開一個新的國會 能夠為人民做好所有負責任的工作 讓貪污腐敗的政府能夠無所遁形 讓這些貪官污吏能夠神志以法 這是全民共同的期待 讓陽光照進國會 柯建民不要再想用你的手 來指手遮天 這已經不是你的時代 更不是民進黨能夠為所欲為的時代 昨天柯建民總統他就是有點失言了 那其實連他們自家人都認為說 這樣講話很不妥 然後甚至有就是花蓮的災民認為說 他應該要讓重電條鏈接通過 才可以是最重要的看 我們再一次的呼籲 再一次的表達 在台灣這麼大的一個地震 在花東地區來發生 有幾千戶的災民現在嗷嗷待補 我們迫切的希望 重建條例能夠盡快的刪讀通過 而且能夠實際用於災民身上 行政院所匡列的這些災後重建 包括振興的285億裡面 超過三分之二都是公共建設的補強 而實際用於災民身上的這個預算 實際上是微薄的非常的有限 但是發生這樣的一個大災大難之後 尤其我們要特別表達 台灣在全世界上的形象是非常的好 大家都認為來到台灣之後 台灣不只善良淳樸風俗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 而今天一個國家的元首 也是民進黨的黨主席賴清德先生 看到你所代表民進黨 在國會的黨團負責人柯總召 這樣的践踏災民 這樣的肯食人血饅頭 到底賴清德總統賴清德主席 你要成為台灣的家長 更是執政黨的黨主席 從昨天案發到現在 24小時了 請問賴總統賴主席 你神引到哪裡去了 對這樣的一個人民身上的血淚 有這麼多人不幸罹難 幾千戶人無家可歸 而執政黨的黨主席賴清德總統 您到底24小時 您躲在什麼地方 你是不是該出來用負責任 要有勇氣的方式來面對國人 對於你腐敗的國會民進黨黨團 你到底要如何處置 必須要跟全國國人要講清楚 說明白 在全民的傷口上 來在這裡撒鹽 是不是民進黨已經離人民非常非常的遙遠 當時希望台灣能夠民主自由的民進黨 現在打進皇城之後 經過三屆的連任貪污腐敗橫行 成如柯總召所講的 他要擋下國會改革五法 而國會改革五法正是當時 民進黨的黨版我們把它拿出來 希望能夠儘快通過 讓台灣能夠追趕到世界民主的腳步 讓國家不再腐敗 讓政治能夠更加的清白更連能 這個正式不是民進黨的初衷嗎 而今天民進黨在燈紅酒綠 酒池肉林當中 已經離人民越來越遙遠 貪污腐敗已經成為民進黨的代名詞 連國會改革讓陽光照進來 民進黨請洪荒之力來阻擋 更表達大地震是天佑台灣 我真的無法想像 一個腐敗無恥無下限的一個政府 而今天的黨主席更是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卻選擇省引歸縮到現在 我們不需要代表災區來發布群人啟示 賴清德總統你到底在哪裡 賴清德主席你到底在哪裡 難道這個就是執政黨帶給全國國人 國會的表象就是這樣嗎 就是執政黨真正的內心話在柯總昭 無意之中不小心講出來了 講出民進黨的真心話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 災後重建的路是非常的遙遠 我們看到921大地震 在朝野共同的支持之下 十幾天重建條例就完成 爸爸風災莫拉克重建條例 也是短短的時間朝野同心協力 讓災後重建條例能夠迅速的三讀通過 而在4月19號 0403大地震的重建條例二讀當中 民進黨51席立委全部投下反對票 這可恥的51張反對票 就是展哥立法院當天表決當中 唯一反對的51個人 全部都是民進黨全體的黨員 這就是他們對災區表達最直接的想法 已經非常的清楚 我們再一次的向全國國人呼籲 交通平權生命無價 我們的不管是環島高鐵也好 國道6號也好 花東快也好 蘇花鞍也好 在這一次的大地震當中 我們看到台灣高鐵是很平安的 整個蘇花蓋的路段都是避難的最主要的安全的場所 而100多年前新建的所謂的蘇花公路 這些包括台八線等等 這些清朝時候的路 也還是台灣這個先進國家 在讓人民走的路 這就是早間人命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平安回家 花蓮人只有32萬人 但是每一年進花蓮有1400萬人 讓全台灣全世界的人來到花蓮都能夠平安的回家 我們希望交通平權生命無價 我們用同理心來看待花蓮台東 這個為台灣黨風黨雨黨災難的華東地區 能夠有安全的回家的路 來提供給全國國人跟全世界的觀光客 我們可以再次的表達 請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先生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先生 你將擔任台灣的大家長 你用什麼樣的心情來看待你家裡的這些孩子們 家裡的這些鄉親父老們 請你盡快的站出來 為這個事情講清楚說明白 總長怎麼看就是民進黨很多立委都出來幫總召還家說是口誤 加上今天柯總召也誰 會不會覺得他根本想混過去風頭過了就沒事 我們再次的表達 所謂要把柯總召送紀律委員會 我想這個都是緩兵之計 畢竟現在我們立法院紀律委員會 巴西委員清一色全部民進黨 他們要打假球 要來再一次在立法院犯案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 這個事情不是在這裡用私聊的方式可以解決 這是公眾的議題 這是關係到所有的災民 這是國家的元首 到底對台灣的人民用什麼樣的心情 賴清德總統賴清德黨主席 你無可迴避 你不能再神隱 你必須出來 面對所有對災民的一個交代 對台灣人心的善良面 到底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還是不是人 在民進黨執政以後 是不是已經釋風日下 人心不苦 我們再次請賴清德總統必須出來講清楚說明白